我們就用紅磡體育館來舉例 加入有幾萬人在這裡看一場打籃球 我們就用紅磡體育館這個地方作為一個例子 如果有幾萬人在這裡看打籃球 多數人都在看打籃球 有一位先生在吃香菸 這個日來神這個香菸的口把隔壁一位先生的衣服收起來了 他們大家在這裡看籃球看得罪精會神的時候 有一個先生剛剛在這裡吃煙 吃煙不注意將隔壁那個先生的衣服燒著了 隔壁的先生的衣服被口收起來了 哎呦哎呦好痛啊 那麼吃香菸的這位先生 那一定是我的這個想人犯的罪啊 就趕快到切 對不起 對不起 因為這個球打得正在緊要的時候 衣服被燒的人也不知道 好了好了不要緊了 回去再買一件好了 看球很重要啊 這個被衣服被燒著的人就說 哎呀好痛好痛啊 旁邊吃煙的人就說哎呀一定是我的煙啊 將你的衣服怎麼穿了對不起對不起 啊因為剛剛這個時候呢 球打得很精彩 於是呢他就說啊不要緊要了算了 我回去再買一件新的了 這個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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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著到這個衣服的 我沒有把它通通消滅完 就這個後面的這個衣服上啊 又收到隔壁一位小姐的頭髮啊 因為呢他呀 那個煙燒著了 在衣服上沒有整熄了 一直蔓延燒在隔壁那個小姐的頭髮上面去 這個小姐這個頭燒著了 哎呀呀好痛啊我的頭髮啊我的頭髮啊 這個小姐頭髮被人燒了 就說哎呀好痛啊我的頭髮燒著了 這個吃煙的了又趕快道歉 對不起了小姐啊 這個吃煙的人呢趕快呢就說哎呀對不起啊小姐 哎呀那這個小姐啊也一樣 別緊了別緊了 他就在從美國了 大概是假髮了 他就在美甸 這個小姐呢就說了哎呀不要緊要不要緊要 我回去再買一個了可能他是戴假髮的 這個一段譬喻啊是說明什麼事 你看看求只有一點萬物的心 衣服少了不計較 頭髮少了不計較 萬物就能明出很多的糾紛 假如造成無怨皆空無我 這個世界哪裏有什麼融落回憶 哪裏有什麼政策即交 所以不理行情的這個造成無怨皆空 能度一切苦 我們只會灰心 來瞭解 我們也能離開一切苦惱的人 因為這些人 聚精會神地看這個打球 所以他達到一種幾乎是 亡我的境界 亡我的時候 我們往往就能夠解除很多的紛爭 佛經裡面說 朝堅五穩皆空 就能夠度一切的苦惡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達到這個 無我的境界的話呢 世間的紛爭就很容易的能夠消除了 第二點呢 要用自己的真心 來領導六根修行生活 第二點呢 我們就是要用我們自己的心 來領導我們六根的生活 例如我剛才講的 只要自己有真心 領導眼睛 要看真相 領導耳朵 要伸聽 領導這個魚嘴巴 要說好花 就譬如好像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要用我們的眼睛 去看世間的真相 要用我們的耳朵去鮮聽 要用我們的嘴巴去說好的話 至少你要用信心 來啟發我們的潛能 第三點呢 就是我們要用信心 來開發我們自我的潛能 人好像這個礦城一樣 環境爆炸 在我們冷性的裡面 有無限的爆炸 你要揮揮才能發覺發覺 我們的心就好像這個礦城一樣 裡面有很多黃金珠寶 只要我們能夠好好的發掘的話 我們能夠將我們內心的寶藏發掘出來 釋迦牟尼夫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誤道了 誤了以後第一句話就是 啊 其哲其哲 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得像 一其眾生皆能成父啊 我們成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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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父都能 還有什麼不能啊 釋迦牟尼佛當初 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誤道的時候 他第一句所說的就是 其哲其哲 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的得像 意思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能夠有成佛的可能性的 這個我們人的潛能是無限的啊 可惜就是沒有把它揮揮出來啊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內在的潛能的智慧是非常非常地多的 只是我們呢 沒有將它發掘出來 我常比喻說 像這個麥克風 性能好不好 不好的麥克風的性能 可能是兩百塊就買到了 加上好的性能的麥克風 可能兩萬塊要二十萬才能買到 我時時都用一個譬如 就是說我們這個麥克風 到底是好不好呢 它的性能好不好呢 性能不好的麥克風 你用二百塊就可以買得到了 但是呢 性能好的麥克風 可能你要花二萬塊 甚至二十萬才能夠買得到 我們大家 每一個人自己有的真性性能 價值得如何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真心 我們的心的性能是怎樣的呢 不好的性能 不好的性能的人 能好能無 能前能後 能進能退 能大能小 能有能無 能苦能樂 事實際上有什麼不能 我們這個性能 我們這個性能一好 無事不斷了 所以我們要用信心 去揭發我們的潛能 我們呢 有些好的人 或者是不好的人 不好的人呢 他的性能就沒有那麼好 他呢 早上可以做工 但是晚黑呢 他就不肯加班了 或者呢 他吃飽了 他就可以做工 肚餓呢 他就呱呱叫 做得工了 但是性能好的人呢 他呢 能早能慢 能飽能餓 能大能小 很多的事 他都能夠做得到的